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月22日 教育部办公厅发文 要求学校通知到每一位学生及其家长 让其在家与家长共同观看 根据微信公众号月瓦生活家ID LEBASHENDHUOJIA消息 接到通知后 学校在教育部要求人人观看的基础上 又进一步提出要求 或是要求观看时拍照上传 或是要求解好观好感 于是 9月1日节目播出到晚 家长们陪孩子们准时守在电视机前 准备收看节目 然而 同志尚明明 写着9月1日20点直播的节目 却迟迟没有播出 而是一个接一个的广告 培训机构 学习APP等各种广告轮班上阵 足足播了15分钟后 节目 才姗姗来迟 家长们开始在朋友圈 微博吐槽 说节目不守时 这分明就是广告第一课 相关微信公众号的吐槽 文章阅读量已经是万家 目前 节目组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开学第一课是教育部与中央电视台合作的大型公益节目 自2008年起 于每年新学年开学之际推出 这一节目针对中小学生的特点而设计 用他们喜欢的方式 使他们在情义默化中受到讨厌 有利于增强教育的针对性 每年都是针对当年最重要的事情选定节目内容 有利于增进教育的时效性